住戶在社區大吼大叫 管理員健壯之後 立刻上前制止 沒想到這時住戶不滿 又對著保全比出不雅手勢 這下火大了 雙方在門外爆發激烈口角 甚至沿路扭打 另一名保全健壯立刻上前又制止 沒想到幾分鐘後 動手保全突然倒地 警銷貨報趕到現場 立刻對他施作CPR 同時送到醫院急救 這一打差點鬧出人命 4號凌晨一點多 永和一出大樓的正姓住戶 喝醉回家卻沒帶鑰匙 乾脆在大樓外叫囂 要保全開門 保全上前阻止 要他別再喧嘩 沒想到男子找到鑰匙後 反而對保全比出不雅手勢 雙方因此大打出手 事後保全卻突然倒地昏迷 緊急送醫後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觀察當中 新北地方檢查處偵辦 保全當下遭到痛歐 還疑似撞到柱子 警方第一時間抵達 發現他失去呼吸心跳 所幸緊急送醫 已經恢復生命跡象 但傷勢過重 目前還在住院觀察中 而行凶的正姓住戶 目前也被依殺人未遂罪移送 即被黃湯下肚 差點奪命 酒醒後恐怕後悔莫及 三地圈圈邱文宜 由桃新北倉報道